欢迎来到Noyantv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又凭演技出圈了,热烈哭戏大受好评。 由黄博、王一博领衔主演、刘敏涛、岳云鹏、小沈阳主演的青春励志喜剧电影热烈即将于暑期档7月28日上映,上映倒计时18天。 热烈官方账号连日发布多款短视频,在全网掀起讨论的热潮,热烈真的要来了。 热烈目前是暑期档呆应电影里热度最高的电影。 其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短视频平台都热度登顶。 热烈是大鹏导演指导的第五部电影,也是大鹏导演亲口所说,他最好最成熟的一部电影。 热烈是一部电影市场少见的类型片,是第一次将亚运会竞赛项目街舞纳入电影进行演绎的青春励志喜剧片。 因此这部电影不但让观众朋友们备受期待,也引起了电影行业同行们的热切关注。 热烈官方账号新发布的短视频登上了斗视频榜Top1, 是电影里王一博饰演的陈硕看到刘敏涛饰演的妈妈代替自己在舞台上唱歌的感动落泪画面。 这段视频迅速冲上热搜,引发无数观众的共鸣。 截至小编发文,该视频已获得85.6万点赞,6.5万评论,8.5万转发。 应该很快就能突破百万赞了。 很多看了视频的观众被王一博自然的演绎感动到落泪,在评论区哭成一片。 也有不少观众惊讶于王一博演技的突飞猛进。 他真的越演越好了。 没想到王一博这么会哭。 热烈除了感人至深的亲情戏,还有爆笑的番外。 大鹏导演给岳云鹏饰演的舅舅安排了一段和曾经的爱人柳妍饰演的燕子重逢的戏码,也成功激起了观众朋友们的回忆沙。 大家在爆笑中将热烈宣传出圈。 该视频获得了139.4万点赞,22.7万评论和66.9万转发。 暑期档呆映电影里,热烈的阵容真的不容小觑。 除了青年演员、优质偶像、顶级明星王一博外,还有影帝黄博、大众喜爱的喜剧演员岳云鹏、小沈阳、优秀演员刘敏涛等。 从热烈发布的预告片和花絮可以看出,王一博在电影里塑造了一个与他以往荧幕形象完全不同的极具烟火气的底层小人物。 王一博在《无名》里的叶先生是精致、阴郁、孤独又狠辣的,《长空之王》里的雷宇是天之骄子,聪明自信又充满力量和勇气。 热烈里的陈硕则是为了生活打好几份功,被客人无理则骂也只能连声说对不起,疲惫的身体既要扛起家庭的重担,又要为了心中的热爱和理想不懈努力。 王一博的表演,真实而不作作,看不出表演的痕迹。 他没有夸张的动作和表情,台词自然地吐露,顺其自然,恰如其分地将陈硕的努力、忍耐、委屈、感动、不屈和坚韧表现出来。 自然地带着观众走进剧情,走进人物的内心,去体会这个人物所经历的酸甜苦辣。 怪不得会有观众感慨,之前只知道王一博这个名字,但一直对不上号。 今天我记住了他。 三部电影,三类受众,三个出圈方向,王一博从不待在所谓的舒适圈。 对于王一博那即将在7月28日上映的电影热烈,不少网友已经开始了期待,毕竟街舞这个舞种也算是因为王一博加入这就是街舞而爆火,更有诸多孝星的加盟,这也让热烈更受大家期待。 然而却有不少黑子开始唱衰热烈,直言王一博演热烈就是待在自己的舒适区的,花这个钱还不如直接打开视频平台直接看这就是街舞呢,看得多还不用花钱。 可是事实上,王一博从来没有待在自己的舒适圈过,甚至于他没有舒适圈,他永远在不同的领域里探寻,从未尝试过雷同。 陈硕只有在追求街舞的道路上与王一博一样,可实际情况完全不同。 陈硕除了跟王一博一样都很帅,在街舞上很有天分外,其实是王一博的反义词。 而,必须要佩服王一博的是演技。 陈硕身上看不到一点王一博影子,这很难真的很难,王一博应该是为了陈硕设计了很多小细节,包括看人的眼神,包括说话的语气,下意识的小动作,偶尔恍惚以为世界上真有一个叫陈硕的人和王一博长得一模一样。 而对比王一博今年播出的三部电影,除了即将上映的热烈大家没有看过外,对于吴明和长空之王中叶先生和雷宇的表现大家也是看在眼里的。 同样对比王一博的三段哭戏夜先生的《眼泪为了命运》,雷宇的《眼泪为了英雄》,陈硕的《眼泪为了生活》,三个角色三种哭戏,给人完全不一样的观感。 无名中的王一博不苟言笑中带着点必须要演出来的天真,他的懵懂和顽皮是麻痹日本人的工具,甚至携先生最后的茶言茶语就让对方交出了自己想要的。 王一博的内心世界很丰富有很贫瘠,可以演出叶先生,也能释放叶先生的内心。 长空之王中的王一博狂妄不羁却有真本事,他足够热血足够冻凉,干尽十足,理想坚定,即便自己受伤,经历领导去世也依旧坚守自己的信念。 王一博的演绎正是所有兵哥哥的样子,是所有千千万万的军人该有的样子。 热烈中的王一博与这就是街舞中完全不同。 这就是街舞中的王一博强大、自信、耀眼,即便是最后一名也能够淡定接受再拿出自己的实力将荣誉夺回来, 更是在队长选人环节中用不同的做法得到了他想要的所有选手,运筹帷幄。 而热烈中的陈硕是个底层追梦打工仔,他自卑也卑微,而这也正是所有普通人努力生活的模样。 从《无名道长空之王》到热烈,这三部作品的播出顺序恰好是王一博的拍摄顺序, 神秘强大的叶先生其实是他们中年纪最小的, 而那个为了生活忙碌的团子陈硕才是三人中的大哥哥, 这就是演员王一博的魅力吧。 看看叶先生,雷宇,陈硕,请问王一博的舒适圈在哪里? 文艺,空军,街舞,王一博总有吸引你的点。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